功必克战必胜 汉勇有皮虎之威 矫技有萧胡之矛 名史李如松传 名史中对李如松有着将门有将 得无愧乎的赞扬 李如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能让世学家们产生如此感叹呢 李如松自子貌 好养成 少年时便跟从父亲李成良四处征战 立下战功 由于英勇善战 李如松升职相当快 不但由武进士继承父职 还年纪精精便身居总兵高位 虽然这一切都是凭借李如松 自己的努力所换来的 可大家很多情况下只看到 他有个前京朝野重兵在握的爹 有这样一个老爹照顾 升官岂不易如反掌 认为他只不过是个 靠着老爹上位的顽固子弟罢了 成不了气候 周围嫉妒他的人 心里的想法如出一辙 似乎为了印证大家的想法 李如松在行为上表现得极耀不驯 脾气暴躁 丝毫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甚至在面对 中文轻武的传统思想时 李如松也丝毫不给面子 我行我素 完全就是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尤其是前往宁夏评判时 在接见时任兵部尚书实行时 李如松更是嘻嘻哈哈 完全不把尚书大人放在眼里 时尚书气得半死 却不好发作 只得恶狠狠地撂下一句 顽固子弟看你如何镇压犯贼 但顽固子弟都是无财无德之辈吗 在接下来的宁夏评判中 李如松将用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向石星发起漂亮的反击 往尚书大人的脸上狠狠地撮发照 当李如松接到命令准备动身时 宁夏叛乱已经进行了数个月之久 达达人亨拜连连击退 多支明朝征讨部队 迅速占据宁夏全境 大有独占整个陕西的架势 原本听说明朝将有大部队前来 可亨拜得知 领军是个官家的黄头小子 想必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 所以丝毫不放在心上 情况似乎确实如此 那李如松自从来到宁夏城 便只能躲到远远的 丝毫没有攻城的迹象 亨拜大意地以为 这个李如松也是只捏的胆小如鼠 更何况 自己此时还有蒙古的外怨 只要安心守城 哪怕你是天王老子 也别想靠近这坚固的宁夏城 为此 亨拜安心地等了一个月 但兵事顺心万变 在这一个月内 李如松一方面派大将马贵主动出击 击败蒙古核桃部落 一路向北追着荷兰山 阻止达达援军向宁夏靠拢 另一方面四处调集部队 渐渐地形成了对宁夏城的合谓之势 不久 亨拜登上宁夏城的北城 此时他看到那个一脸坚毅的年轻武将 一脸轻蔑地看着他 巨大的恐慌像洪水一样 席卷着亨拜的情绪 因为此时他已经是 援军断绝粮草不济了 但是要命的是 李如松真的引洪水来泡城墙了 原来李如松在对宁夏形成包围之势后 仔细勘探了当时的地形 而且李如松来到宁夏的时候 是七月份的一个夏天 正是黄河水暴涨的季节 李如松要做的就是 挖开黄河堤坝水淹宁夏 此时的亨拜较苦不迭 毕竟自己脚下这座城池 处于黄河不远的堤坝地带 既然能用水攻 谁愿意吃力不讨好 来坑尼那坚固的城墙 黄河水卷走了宁夏城的城墙 也卷走了亨拜生存的最后一线生机 但是死亡的威胁使得 亨拜不惜一切代价 他将所有兵力 集中在自己所在的北城 意图吸引明军主力 给自己留走的时间 当然 亨拜的计划成功了一半 明军确实集结了主力攻击北城 可他忘了 宁夏南城是便捷之地 而李如松是不会忘记 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设下伏兵的 对于宁夏 他比亨拜更清楚 万历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李如松率领明军成功攻占宁夏城 抓捕主谋亨拜 铺平了准备充分 持续数月之久的宁夏叛难 仅仅用了三个月而已 所谓兵者鬼道也 年轻的李如松凭借这一仗 展现出他杰出的军事天赋 摘掉了戴在自己身上的官二戴头鞋 顿时名震西北 忙完宁夏这烂摊子的李如松 家里的椅子还没坐月 便接到朝廷任命他为 驻朝鲜提督的消息 令他即刻赶往朝鲜 抵御外敌侵略明朝附属国 这个外敌则是当时的日本风尘秀吉 幕府的军队 风尘秀吉在统一了日本之后 这位野心勃勃而又狡猾无比的老人 开始着手称霸世界的计划 战连朝鲜征服中国 进而向南洋扩张 万里二十年 公元1592年 风尘秀吉凭借着一统日本之威 轻率十五万大军进攻朝鲜 此时朝鲜的情况相当危急 仅仅两个月时间 朝鲜国内三都城十八道 全部被日军占领 日军的铁蹄 以行径制压落江旁 而明朝先前所调派的援军 都因情报部组 马虎大义而战败 日军的气势到了极点 风尘秀吉甚至狂妄地派出使者 向明朝提出 歌让朝鲜的情绪 1592年12月 万里任命刚从宁夏战场回来的 李如松 为东征提督 同年12月25日 李如松带领明军 适时东渡 而与未知的敌人交战 这使得李如松心中颇为激动 不禁壮志凌云 是要成就一番工业 李如松率明军进入朝鲜 他要进攻第一个战役目标 就是朝鲜三大都之一的平壤 但他要面对的 是由日本第一志将 小西行长布下 勇猛善战的第一军团 这个部队曾经伏击了 明朝第一批入朝援军 辽东副总兵 祖成迅率领的辽东铁骑 而这位小西行长 素来有坚韧后种 阻止多谋的称呼 风尘秀吉派他镇守平壤 应对明军 也足以证明他的才能 不同于其他日军将领 小西行长早早做好了情报调查 明军的战术 武器装备落后 战场常用的火枪 甚至不如至今所装备的 神火枪 而这一点也在先前的伏击战中得到证实 再此之外 明军的士气也因远征而跌落 虽说如此 小西行长仍做了充分准备 静静地等待李如松的挑战 他相信 尽管兵力不足 但武器落后士气低下的敌军 不是自己的对手 确实 明军在入朝作战中 并未大规模配备先进的火枪 但小西行长没想到的是 不好意思 李如松他们带了大炮 扶朗机 早在出军前 李如松就力排众议 携带重炮入朝作战 李如松想的是 可以用大炮来轰炸你 我还用得着 给你玩枪吗 威力强大的明军火炮 让小西行长吃了大亏 明军的几轮骑射 让明军损失惨重 大部分纷纷逃窜 被明军扶兵锁倾角 经过一天多的战斗 明军顺利收复平壤 向南进发 不断收复失地 入朝仅一个多月 李如松便收复失地500余里 二王督武道 日军无步闻风丧胆 仓皇难逃 明军随即展开收复王精的行动 明将查大寿 率先封部队 进行侦察工作 一切来得太过容易 让李如松失去往常的平静 收复王精 建功立业的愿景 宠昏了他的头脑 李如松与部将杨元 率骑兵两千 亲自前往王精探查 那里是朝鲜最重要的渡城 也是日军的集结地 只要攻克王精 战役便基本结束了 而王精却是一个 准备多时的圈套 此时李如松副将 查大寿 带领三间骑兵为前哨 前往汉城 查探的一行 而在探知明军前来时 日军早就精心设计包围圈 准备在营鼠翼 包围明军追击部队 同时派出诱饵部队 吸引明军前来 但是未曾想到的 查大寿率领的明军 事迹高昂过于勇猛 居然将诱饵尽数斩杀 直接冲到了B体馆 而此时日军被打蒙了头 一时认为这是明军主力出击 瞬间挤挤了三大军团 共三万六千人聚集在B体馆附近 而冲杀前来的明军骑兵 遭到了重兵围困 查大寿只得原地组织防守 等待援兵 击战半日后 明军逐渐不知 防守阵地一再压缩 已到了危机关头 此时李如松带领2000骑兵 及时赶到 突入重围后 与查大寿不会合 现在他们所面对的 适适军近数万的精锐部队 这些凶狠的号战蛮人 要将他们全部埋葬于B体馆中 日军的旗帜漫遍野 叫杀声震而愈冷 日军的弓箭已铺天盖地 数万敌军发起冲锋 而自己只有五千人 该坚守阵地 等待远兵 还是强行冲锋 貌似突围 李如松选择了第三种 他怒吼着率领明军骑兵 开始向日军发起反冲锋 发起面对数万凶残敌人的攻击 这种人历史上成为勇者 当然他敢于发动冲击 不只是因为他的部队都是骑兵 难以镇守 更重要的是 这些部队是明军的精锐 以战术著称的辽东铁骑 李如松本人更是骑兵大师 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其战持续了一昼夜 日军被李如松的冲锋阵舍 双方拉开距离 形成短暂的对峙 但此时 名将杨元率骑兵赶到 使得日军仓皇撤退 李如松顺利地返回驻地 此次战役被后人称为血战避体馆 避体馆之战后 日军不敢与明军交锋 他们撤退至朝鲜沿海 意图凭借粮草和金城 迫使明军败退 据他们所知 明军粮草不多 无法长时间作战 李如松就算有惊天伟地之能 也变不出粮食来 确实李如松不是神 变不出粮食 但他可以烧粮食 日军的如意散判还是打错了 李如松迅速制定计划 趁着夜色 将日军的粮仓烧得一干二净 让日军陷入绝境 日军不得已 只好与明军进行停战夜合 短短四个月 李如松略地千里 横扫半岛 迅速地收复三王都 功成名就的李如松 也顺势回国述职 而李如松的名字 自此在明日朝三国扬名了 回国后的李如松 因其功劳 万力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 而在万力二十五年 李如松走马上任 辽东总兵官之职位 能够镇守故乡 李如松顿赶 赶地之 弃义愤 誓死刨之 一年后 打打吐满进犯辽东 李如松率领 本部军马营战 在釜顺浑河一带 遭遇数万打打骑兵 李如松深知不妙 传令全军撤退 自己则率领三千轻骑兵 断后掩护 在辽动的土地上 李如松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冲锋 他与部下浴血奋战 斩杀无数敌兵 待到历劫后 李如松战死于自己的故乡 抚养自己的土地上 周年五十岁 所部三千余人 全军覆没 无一人投降 李如松深死的消息传到北京 明神宗万力皇帝 慎痛道 另据一官归葬于顺天府 并追赠李如松 少保 宁远博 并赐嗜好 忠烈 为其力赐纪念 这位伟大的将领 静静地沉睡在辽宁的黑土地上 一生用兵 深按兵法 其正相符 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真正的战士 哪怕他身上有着桀骜不驯的瑕疵 却也无法掩盖 他身上的辉煌才能 无损于他的功绩 他已经做到了自己 赢做的一切 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这位真正的军人